女生偶然间发现自己的妈妈好像是一个同性恋 她收到一封寄给妈妈的信 写信的人是一个日本女人 信里的语句蕴含着浓浓的思念 她在里面察觉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东西 当天晚上 她没有询问妈妈有关那个女人的信息 妈妈和爸爸已经离婚 父母离婚时她选择了妈妈 但是在和妈妈生活的这些年里 妈妈从未对她谈记自己的过去 所以她想瞒着妈妈 打算依靠自己的力量去窥视妈妈的另一面 第二天 新春去找了舅舅 她在舅舅的照相馆里洗照片 闲聊时她跟舅舅谈到了妈妈 她问起妈妈年轻时的事情 假装八卦地打听妈妈的感情时 可舅舅却有些遮遮掩掩 对妈妈以前的事情只字不谈 新春又去找爸爸 她问爸爸当年为什么和妈妈离婚 然而提起她的妈妈芸汐 爸爸却陷入了沉默 在新春和爸爸谈话时 她注意到不远处有一个女人在等爸爸 那个女人是爸爸的同事 新春猜到了爸爸和那个女人的关系 晚上回家时 新春把那封信放回了信箱 晚饭过后 新春跟妈妈说她白天去了舅舅家 妈妈和舅舅并不亲近 她让新春以后别再去那洗照片 妈妈害怕欠别人的人情 即使那个人是自己的哥哥 新春把爸爸恋爱的事情告诉妈妈 接着又劝妈妈也尝试一段新的感情 然而妈妈听完后没有回答 只是习惯性地用沉默来应对 其实新春的猜测没有错 她的妈妈芸汐的确是一个同性恋 第二天 芸汐发现了那封新春塞进油箱的信 信来自北海道的小尊 既见人名叫纯子 那是芸汐深埋在心底的名字 而这个名字的出现 她素来毫无波动的内心 终于掀起了一丝波澜 也讨论了一丝波澜 也讨论了一丝波澜 允熙已经四十多岁 她在二十多岁时曾和淳子是一对恋人 当年因为家里重男轻女 允熙高中毕业后没有去读大学 父母送给了她一台胶片相机 以用来弥补没有供她上大学的亏欠 当初允熙向家人公布她和淳子的恋情 而家人却把她当成了神经病 允熙被父母送去精神病院进行治疗 她也因此和淳子被迫分手 之后 淳子离开韩国返回了家乡日本 允熙嫁给了哥哥强行介绍的男人 在那个年代 允熙终于变成了别人眼中的正常人 如今离了婚的允熙在工厂的食堂 做着打饭的工作 允熙没有朋友 也没有任何社交圈子 她从不在新春面前抽烟 每次下班后 她都会在楼下抽完烟再回家 她尽心尽力地抚养新春 却从未和新春说过自己的往事 前夫有时会来探望她 但她每次都会拒绝前夫的关系 她的生活是封闭和孤独 这种生活让她变得越来越麻木 这天晚上 女儿新春突然和她说起了毕业旅行的事情 新春想去北海道的小尊旅行 并且提议允熙请假和她一起去 然而允熙听完后并没有回应 此时她心里充满了纠结 允熙当然不知道 新春选择小尊作为旅行地 其实另有目的 她只知道淳子就住在小尊 可她却找不到任何去小尊的理由 允熙曾无数次幻想去找淳子 可她却不知道用何种身份去见对方 因为如今她的身份是别人的前妻 同样也是一个孩子的妈妈 她不敢面对自己同性恋的身份 也害怕自己的取向被新春发现 直到这天深夜 失眠的新春轻声地诉说着自己的感受 当初你们离婚时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选择爸爸吗 因为你看起来比爸爸更孤单 我当时感觉你一个人没办法坚持下去 这些年里她从未和女儿深入交流过 这是女儿第一次对她敞开心扉 也正是女儿的话 让她恍然明白自己一直把自己囚禁在牢笼里 孩子从来都不是禁锢她的枷锁 把她禁锢在原地的人似乎只是她自己 第二天 允熙尝试着向试堂负责人请假 负责人不肯批假 允熙索性辞去了工作 她答应了新春结伴去小尊的邀请 两个人离开韩国踏上了赶往小尊的旅途 远在小尊的淳子不会想到 此时允熙正在前往小尊的路上 其实那封信虽然是淳子写的 却不是淳子亲自寄出的 同样年过四十的淳子和姑姑住在一起 她是一家宠物医院的医生 从韩国回到日本后 淳子一直没有结婚 有男性好友给她介绍对象 她会带着不耐烦拒绝 有其他女人对她示好 她会言语隐晦地婉拒对方 她的生活如同冬天的小尊 似乎永远都被平静和冷静占据着 她的生活同样没有一丝波澜 她也不愿意让其他人走进她的生活 淳子一直没有忘记允熙 她有尝试给允熙写信 但每次写完信 她都没有勇气寄出去 所以每封信她都当作第一封信来写 而每次写完她都会把信锁进抽屉里 举办完父亲的葬礼后 淳子面色平静地回到了家 但是在进门后 家里的姑姑却突然张开双手想要抱她 姑姑同样没有结婚 心思细腻的姑姑察觉到了淳子这些年过得很痛苦 所以在至亲离去的这天晚上 姑姑突然想对淳子一个拥抱 淳子有些尴尬 她似乎已经很多年没有和别人拥抱了 她生疏地抱着姑姑 但没过多久她突然哭了 第二天 姑姑在收拾房间时发现了一封信 这封信是淳子昨晚写的 不过淳子忘记了把信放进抽屉 姑姑猜到了淳子的心思 她偷偷把这封信寄了出去 就这样 淳子的思念伴随着这封信 从小尊飘向了远方的韩国 到了北海道之后 新春说自己想单独出门逛逛 其实新春是找借口去找男友 她的男朋友也从韩国来到了日本 出国前 她把信上的地址告诉了男友 让男友帮她找到淳子的住处 她跟着男友去了信上的地址 也在这里见到了淳子的姑姑 新春此时猜到了妈妈和淳子的关系 她的心里诞生了一个计划 这天清早 允熙早早地起了床 她从旅店打车去了淳子的家 在淳子的家门口张望了很久 她一直愁愁着 却始终没有勇气去敲门 听到里面有人要出门 她又慌慌张张地跑开 走出门的人是淳子 可她却躲在墙角不敢出现 回家的路上 允熙没有忍住在车上哭了起来 当初分别时 他们都处于下滑般绚烂的年纪 而如今再次相见 他们都已经是满脸沧桑的中年人 重逢比分别更需要勇气 允熙显然还没有做好与淳子重逢的准备 虽然没有和淳子正式见面 但重新见到淳子后 允熙的心态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细微的变化 和新春一起散步时 她会开始在新春面前抽烟 新春想给她拍照 她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拒绝 泡温泉时新春问允熙以前有没有谈过恋爱 她不再像以前那样会拒绝回答 而是很坦然地向女儿承认 她说她以前喜欢的人很特别 身上总有一股好闻的味道 泡完温泉他们去室外玩雪 接着又像两个孩子一样打起了雪仗 在另一边 淳子和姑姑也聊起了喜欢的人 姑姑说自己曾喜欢一个男生 那个男生身上有一股好闻的味道 那个人以前是一个老师 如今姑姑还是会经常想起她 听完后淳子承诺了 姑姑之所以没结婚 或许就是因为她口中的那个男生 或许姑姑也和她一样 心里都住着一个放不下的人 离开小尊的日子越来越近 允熙仍然没有勇气去见淳子 她独自去酒吧喝酒 老板问她是不是来这里见朋友的 她回答自己已经和朋友见了面 也和朋友一起吃过饭散步步 说着说着她的眼眶慢慢泛红 因为她说的场景仅仅只是她的幻想 在这天 新春去了淳子姑姑开的甜品店 她对姑姑表明了身份 并且请求姑姑安排她和淳子见一面 当天晚上 姑姑把这件事告诉了淳子 淳子很疑惑 她没想到允熙的女儿居然会来到日本 但她也隐隐有一丝期待 她期待着能在新春的身边看到允熙 然而在第二天早上见面时 淳子的期待落空了 新春是独自来的 淳子没有如愿见到自己心心念念的人 新春骗淳子说她的妈妈没有来日本 自己只是和朋友来北海道旅游 因为我妈妈常常提起您 所以我才会突然想来拜访您 昨天我和朋友吵架了 接下来的星辰我只能自己走 不过一个人旅行很没意思 我想邀请您今晚和我吃一顿晚饭 虽然心里有些失落 但淳子还是答应了新春 和淳子约定好后 新春又打电话给了妈妈 她约妈妈晚上六点在运河旁见面 这也是她和淳子约定好的时间和地点 晚上六点 淳子如约在运河旁等待 而在新春的欺骗下 允熙也来到了运河边 又年约 又年约 诗歌二十年 两个天歌一方的人终于再次相见 他们是彼此的故人 也是曾经最熟悉对方的人 他们都没有说话 也没有其他多余的动作 因为在对方的眼神里 他们都看到了彼此的心意 之后 他们一起并肩走在运河边 他们只是慢慢走着不说话 可一切都似乎显得那么美好 故事的最后 允熙和新春回到了韩国 和之前相比 回来的允熙仿佛变了一个人 她不再沉默封闭 曾经讨厌拍照的 她如今会主动帮别人拍照 她不再抗拒欠亲人的人情 会主动去哥哥的照相馆冲印照片 她带着新春搬去了另一个城市 新的城市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 允熙打算重新找一份工作 攒到足够的钱之后 再自己开一家餐馆 她也终于有了勇气面对纯子 她给纯子写了一封回信 我一直觉得余生就是对我的惩罚 所以我在无形中一直在惩罚自己 我害怕别人知道我是一个异类 我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活得犹如形式走路 你曾说你不会因为你的取向而羞愧 如今我也会试着接受真正的自己 之前 我从未和我女儿提及我们的故事 但终有一天 我会鼓起勇气慢慢说给她听 去心 来的你梦了